热点资讯时事点评 看似天衣无缝 但突然传出一消息 令他们彻底绝望 12月22日 有暴徒集结在香港中环 挥动港独旗帜 发表港独言论 并把国旗拆下丢在地上 对此特区政府发言人强烈谴责有关行为 并指违法人士需负上行责 据香港东网22日报道 有反对派团体发起于今天下午3点在中环爱丁堡广场集会 示威者现场高喊乱港口号 现场还有人举港独旗 藏独旗 青天白日满地红旗 及英美国旗等旗帜 港独组织头目陈浩天以及乱港分子李卓人等人也出现在了现场 下午5点10分左右 有暴徒拆下香港大会堂的五星红旗 防暴警察立即赶到爱丁堡广场调查并拾起遗落在地的国旗 半百暴徒对10名防暴警展开疯狂攻击及企图抢犯 向警员泼水及定摄影脚架袭击 但警员仍成功将三名暴徒暗倒地上 其他黑衣魔见状 出向警员投掷至少20个水尊及折凳 有人飞脚踢向按住遗犯的警员头部 有蒙面黑衣魔则从后推跌一名警员 当该名警员拟爬起身时 再被另一名黑衣人从后起脚踢倒地上 身上的胡椒喷雾亦跌落地面 与此同时 有黑衣暴徒则乘击企图抢犯 并一度企图抢走地上一名制服遗犯的警员配枪 该名两度预袭倒地的警员健壮 为控制场面当机立断 拔出配枪指向一名失袭暴徒 将大批暴徒逼退后 随后将配枪放回枪带 很快再有大队防暴警员到场增援 在场面稍受控制后 警员逊将三名被制服的暴徒压上警车 以防止再度出现抢犯场面 其间 一名身穿运动外套的男一犯仍紧扯警员手中的国旗不放 随后举办集会的主持亦宣布集会结束 暴徒随即后退 视频显示 警员执法时特别注意从暴徒手中夺回五星红旗收好 下午5点30分 暴力示威者用水马和陆锥堵塞塞爱丁堡广场附近的龙河道 给来往车辆造成不变 需要掉头 随后警员驱散暴徒并拆除路障 现场交通恢复 在中环码头天桥桥底 防暴警员截停多人 拘捕至少五人 下午5点37分 香港警察在脸书上发出通知称 在爱丁堡广场举行的公众集会期间 警方在附近拘捕一名违法人士 期间有人向警务人员投掷杂物袭击他们 意图抢犯 港警严正指出 有关行为严重威胁在场人士的人身安全和公共秩序 警方正使用最低所需武力进行驱散 警方严厉谴责有关暴力行为 并呼吁市民立即离开现场 如非必要 不要前往该区 晚上9点39分 特区政府发布公报 强烈谴责港独及侮辱国旗的行为 发言人指出 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限制及法律地位十分清晰 基本法第一条指出 香港特别行政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 基本法第十二条列明 香港特别行政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享有高度自治权的地方行政区域 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 一国两制 港人治港 高度自治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香港的既定基本方针政策 发言人强调 国旗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 根据国旗及国徽条例 任何人公开及故意以焚烧 毁损 涂化 玷污 践踏等方式侮辱国旗或国徽及属犯罪 一经定罪可被罚款五万元及监禁三年 今年9月 一名13岁女学生涉嫌在屯门大会堂外用打火机点燃国旗 她早前承认一项侮辱国旗罪 本月13日 在屯门裁判法院少年法庭被判处12个月感化令 裁判官水嘉丽批评犯案行为侮辱自己国家 提点被告应多读中国历史 了解民族发展进程 而侮辱国旗的行为不仅在香港 在其他国家和地区也不能接受 应判以阻吓性刑法 否则犯案者会误以为是小事 此外 有鉴于此次事态严重 由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牵头成立的803基金 旗下803悬红爆料网针对今次事件决定悬赏100万港元缉拿暴徒 就803悬红爆料网上的各项悬赏个案 任何人士若有相关资料 可助执法部门跟进 及拘捕一众违法暴徒 可立刻致电爆料罗赏 803基金亦一再强调 爆料意境证实 赏金立即发放 圣诞及新年长假本是和家同欢的好日子 但黑衣暴徒却不愿看到社会祥和 是要与市民为敌 香港文汇报记者收到消息 一批自称勇武的暴徒欲借星火事件 在圣诞新年期间进行所谓马拉松式抗争 声言要向警方大报复 企图再次遍地开花 把香港变成暴力战场 本月19日 警方以涉嫌洗黑钱 冻结了星火同盟的银行户口 涉及逾7000万元资金 事件发生后 一直视星火为后援金的勇武派一片哀鸣 由于星火基金是为勇武派提供法律支援 甚至是生活费 而过往对于属于自己人的精锐小队更是舒爽 令一众勇武有恃无恐不断升级暴力 但星火被冻结 令一众勇武顿失护身符及粮草 知情者透露 由于警方在理大事件中重创勇武 几乎令到整个黑衣魔阵营 四散甚至一蹶不振 为了重振旗 勇武企图借星火事件 在长期内催谷更多支持者上街 趁机再次进行大规模暴力冲击和破坏活动 有勇武分子向香港文汇报记者透露 星火遭冻结后 一连数日都有勇武在不同地区发难 都是想再次挑起战火 日前在大部更发生屠龙小队成员 企图枪杀警察报复事件 可见勇武对星火事件的反应非比寻常 枪击警察不果后 勇武又谋划发起马拉松式抗争 由23日起一直到元旦都有不同冲击计划 该名勇武并透露 马拉松式抗争是要借一连数日的游行集会 挑起暴力事件 企图借机炒作新闻 以催谷1月1日民阵发起的大型游行 勇武看准时机 由23日起发起一连串的游行集会 带头的是独人刘颖匡的新火集会 连同香港大专学界国际代表团发言人张昆阳 后任中西区区议员梁晃为在爱丁堡广场集会 刘颖匡过往曾多次发起游行集会 但大部分都是暴力收场 每次刘发起的集会 现场都会有大量勇武准备 每当刘宣布集会完结 勇武便会出手大肆破坏 似乎非常有默契 勇武一计划在平安夜发起大型冲击 有勇武在监察嘴召集 双叶倒数大游行 游行内容颇为怪异 游行路线虽然不长 但时间却长达5小时 令人一事另有图谋 据了解 勇武看准平安夜 一定会有大量市民到尖沙嘴一带 庆祝及欣赏圣诞灯市 便计划以游行为名 在尖沙嘴一带聚集 方便勇武混入人群当中 当聚集足够人数后 便会在弥敦道发起冲击行动 并在午夜12时到钟楼一带高呼口号 之后一连两日假期 勇武计划用开花方式进行 并把该两日定为蒙面日 开宗明义宣称会在这两天蒙面 在十八区商场开花 目的是要破商场无法做生意 甚至关闭 同时也有计划对商场内的蓝电 进行装修 勇武一直认为 针对商场的和你哨破风险 比街头冲击低 亦能破坏蓝电宣泄不满 而且往往会有一般和理非护航 及阻挠警察执法 所以近期很多冲击活动都在商场发生 勇武派的计划看似有条不紊 但最新的消息却又显示 所谓的平安夜游行已被取消 有网民发起平安夜双夜倒数大游行 并已取得不反对通知书 原计划平安夜晚八时 在尖沙嘴钟楼集会 经舒适巴厘道及弥敦道游行 至一日凌晨一时 发起人表示 由于条件被修改 警方批出的时间为傍晚六时至晚上十时 路段则改为舒适巴厘道公园至红看体育馆 沿途只能在行人路上游行 所以决定取消游行 其实次次申请完不反对通知书 他们不要又是不跟路线行 沿途又堵路扰民 今次用这个做取消原因 听落都激好笑 不过不知道时 他们又会不会忽然走出来 破坏平安夜的平安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您有一些独到的见解 欢迎在下方给我们留言 祝大家工作生活愉快 我们下次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